离伊拉克战争的爆发虽然已经过去20个年头,但它仍然像一道深深的伤痕刻在了人们的心中。 最近,美国参议院发起了一场意义非凡的投票,以多数票通过了废除使用军事力量授权法的提议,这无疑是对曾经的伤痛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治愈。 实际上,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国会才是宣战的最高机构,而非总统本人。 然而,由于美国认为这样会阻碍,以反恐为名的突袭战争,于是在2001年颁布了使用军事力量授权法,授权总统独自发动军事行动,以方便打击基地组织极其分支的恐怖主义犯罪活动。 因为,总统有权决定究竟谁是恐怖分子,而这种自由权力竟然是建立在国家安全和战争的名义之下,这就让该法成为了总统进行宣战的最便利武器。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实质上剥夺了国会的权力。 废除使用军事力量授权法是纠正这一错误的重要一步,这是保护国家和国会权力的必要措施,更是对伊拉克战争那段痛苦历史的赎回。 经过激烈的辩论,参议院在以压倒性的65票支持和28票反对的情况下,限制了对这一法案的讨论。 这意味着本周晚些时候的投票很有可能顺利通过。 然而,在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通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参议院的28票反对票全部来自共和党。 这恰恰暴露了美国正逐渐演变成一个极权国家的事实。 随着总统权力不断扩大,美国也日益依赖战争。 对于一个年度军费高达8000多亿美元的国家来说,这实在是令人震惊。 近期,美国反战活动家兼记者大卫·斯旺森愤怒地谴责了美国政府的战争渴望。 原因是,美国的军费开支已超过了排在他后的9个国家的总和, 而美国国会议员们还从此中大肆捞取利益。 这些议员们,一边毫无羞愧地推动冲突升级, 一边公然炫耀他们将如何从军火公司的股票中获利。 因此,对美国而言,战争就是一桩生意。 对于其他国家,战争会让他们越打越贫穷, 但对美国来说却是越打越富有。 例如,在俄乌冲突中,美国至少在三个方面获得了巨大收益。 首先,通过向乌克兰提供军援, 美国不仅从乌克兰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还顺便清理了武器库存, 为下一步的武器升级铺平了道路。 其次,通过对俄罗斯能源的制裁, 美国不仅导致俄罗斯与欧洲关系破裂, 还成功地促使欧洲国家心甘情愿地购买美国的高价石油和天然气。 第三,通过制造紧张局势, 美国让欧洲国家从内心恐惧俄罗斯, 从而进一步刺激他们大量购买美国的军火。 然而,让美国感到头疼的是中国。 尽管美国费尽心思动用了各种手段和阴谋诡计, 但仍未能在中国周边引发战争。 不过,美国从未放弃。 就在3月24日, 美国海军一艘名为米利厄斯的导弹驱逐舰悍然非法闯入了中国西沙领海。 毫无疑问, 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 中国南部战区迅速组织海空力量, 监视, 跟踪并警告驱离美军舰支。 尽管如此, 但美国人在第二天竟然再次侵入中国西沙领海。 这充分表明了美国人的霸道和蛮横。 可以肯定的是, 美国绝不敢闯入俄罗斯的领海。 就在前几天, 一架美国MQ九无人机 紧紧进入了俄罗斯在黑海设立的近飞区, 便被两架苏-27战机击落, 坠入黑海。 因此, 许多人对美军战舰的肆意挑衅行为感到无比愤怒。 他们认为, 在南海, 中国应该展示更强硬的立场才是。 然而, 我们应该始终保持清醒, 因为中国的策略与俄罗斯有所不同,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软弱。 正因为美国期待我们犯错, 我们怎么可能主动跳入别人的陷阱呢? 看看俄罗斯的情况就一目了然。 美国经过一番操纵, 成功点燃了普京的怒火, 把俄罗斯拖进战争的泥潭。 尽管如此, 俄罗斯的主要敌手是美国而非乌克兰。 即便俄罗斯最后打赢了乌克兰, 其实力也必然会严重受损。 这正是美国所期待的结果。 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 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 一旦这一地区爆发战争, 美国人在相隔万里远离战场的情况下, 本土基本不会受到影响。 但中国的和平发展环境将会遭到破坏。 如此一来, 大量国际资本将流出, 转而流入美国。 这对谁更有利, 显而易见。 此外, 根据现场渔民公开的视频, 这场警告驱离的行动场面相当震撼, 堪称是一场激发民族自豪感的 中国九舰对美国三舰的重大事件。 事实上, 美军此次侵犯中国西沙的并非仅由 米利厄斯号一艘战舰单独来。 美国人玩了一个十分的狡猾的伎俩, 和它一起来的, 还有另外两艘大型战舰, 分别是一艘提康德罗加急巡洋舰 和一艘阿利伯克急驱逐舰。 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美军不同时闯入三艘军舰? 原来, 美国的战术是让米利厄斯号打头阵, 首先闯入中国西沙领海, 而另外两艘战舰用来做掩护。 这表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美国人担心我们采取主动攻击。 显而易见, 此次美军这三艘大型战舰作战, 全副武装, 备战已久。 三艘美军大型战舰均搭载有 宙斯盾、 相控阵雷达和大量垂直发射防空导弹, 其中的战斧、巡航导弹能够打击千公里之外的目标。 所以, 这三艘战舰完全有能力挑起一场小规模的军事冲突。 显然, 中国不会中美国的轨迹, 但也绝不会坐视不管。 中国海军出动了多达九艘大型战舰, 对美舰进行了围堵和驱离。 这九艘战舰的战斗力足以压制美军三艘战舰, 等于警告美国不要轻举妄动, 否则将后果自负。 解放军九艘战舰分工协作, 有的从后追击, 有的挡在前面迫使美舰改变航线, 有的侧意包抄。 一口气派出九艘战舰, 表明美军的行动受到了解放军的严密监视。 能迅速组织九艘军舰进行围堵美舰, 也表明这些军舰当时正巡航在附近海域。 当时在附近海域的中国军舰很可能不止这么九艘, 我们采取的策略是刚柔相继, 至今已取得显著成果。 当地时间3月25日, 宏都拉斯外交部发表声明, 正式宣布与中国台湾断绝外交关系。 此举激怒了美国, 这也是台湾民进党蔡英文上台后, 第九个与台断交的国家。 以此速度, 台当局可能在小蔡还没下台前, 就会变成孤家寡人。 宏都拉斯媒体表示, 随着中国在中美洲影响力扩大, 断交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这仅是中美洲国家正在进行的一连串改变之一, 而且还不是最后一个。 在3月26日这一天,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 与宏都拉斯外交部长雷娜 在北京会晤并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宏都拉斯共和国 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然而, 西方媒体却毫不留情地加以讽刺, 他们指出, 中国正忙于庆祝胜利, 而美国却在这场外交角逐中被遗弃。